Microbit與Squatch的結合 那我們現在是使用 蔡佳倫老師開發的B-Design的一個中介程式來使用 他的教學網在這裡 你可以下載需要的 中介程式 他做了很多很多 你要選對 選對 Microbit 這個你看不一樣的 Microbit Squatch 2 OLED 它有各種不一樣的 那你要選擇對的 對的一個版本你需要的Squatch 這是1.4版 他做的蠻多 Squatch 2.0的B-Design Squatch 2 建議你下載這一個 那我們這邊是在Linux下做 那我個人是稍微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 方便操作 第一個你還是一樣要燒入硬體 比方說 我要燒入這一個HES 它才能跟Squatch溝通 好確定我把這個 東西燒進 好他告訴你 燒到Microbit燒完了 那我們 燒入的是硬體的HES 那我們就開啟 硬體的 SB2 確定 那這邊它會有一個 版權說明 這個視窗不要關掉 因為它是一個中階層 Squatch 2靠它 跟Microbit溝通 那你開完之後 那你就會看得到說 在我們Squatch 2裡面 更多基因目裡面就會有這些 好 那你怎麼知道我說我的Microbit 第一個你要告訴他 我的Microbit 插在 哪一個 角位上面 我們再把它關掉 我們程式裡面也有 可以去 偵測的 那我怎麼知道他連線的port是哪一個 好那我現在連線的是TTYACM0 好 那我們就要直接再開啟硬體的 SB2 確定 好 那第一件事情 我們在 一開始的時候 告訴他 我們的Microbit插在哪一個 角位上 那LED燈顯示Hello 這個是讓你插 所謂的Dawg就是四負馬達用的 那我們先顯示最簡直是這個就好 顯示Hello 那在我們的Microbit現在是洗掉的 那我們透過這一個中介程式 去轉換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LED上 顯示Hello 那我們在執行 執行 執行的時候 注意一下 這Microbit這邊是綠燈 表示他連線 你一執行他會先斷 斷一下 會變紅燈 大概在等個6秒鐘 第一次要等6秒鐘 他重新起來以後 那他才會 在LED燈上面顯示Hello 綠燈了 這邊Hello他已經顯示完畢了 那你第二次在執行的時候 你在再次執行Squatch的時候 我們再執行一次 我們先把Squatch收到下面 這個 我們也把它收小一點 同時呈現來看 那我們再次按下旗子的時候 他就直接出現HEL Hello就在這裡出現 他就不用再等6秒鐘 那如果你要改 我要他顯示123456789 好 那我執行 再執行一次 123456789 他就直接在這裡出現 就可以這樣子執行 那他有的積木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到 LED燈顯示什麼 要做什麼 偵測S移動 按鈕AB是否按下 這邊全部都有 那 前面教的 之前教的各種東西都有 可以 可以運用 利用這些擴重積木 那你就可以讓他在Squatch 就可以去控制這隻貓咪或Squatch各種動作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 Microbit跟Squatch結合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比方說 溫度太高的時候 我們讓貓咪說好熱喔 或者是 我們讓他做什麼作動 我們就可以利用Squatch來去結合Microbit 做達到教學上的 需要的一個目的 這邊有很多擴重積木基本上 跟 我們網頁上的 大同小異 那他可以做的部分就大家考慮看看 怎麼利用這些擴重積木達到 訓練小朋友做邏輯思考的一個 一個教學目的 然後再做一次